欢迎来到我们的社会社媒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堆有趣、感人、甚至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从一则轻松的新闻开始 有位日本四主分享了他家蜥蜴的照片 这只蜥蜴站起来,举起左手比出YA的姿势 网友们都笑翻了 有人甚至说这蜥蜴是周末夜狂热的粉丝呢 从蜥蜴的姿势到网友的反应 这则新闻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一个更严肃的话题 一位80岁的老太太,曾经独自抚养8个女儿长大 如今却因为女儿们的嫌弃而住在鸡窝里 她的遭遇引起了社会对养老问题的关注 这个故事不仅让我们思考家庭关系的重要性 也提醒我们要关注社会养老制度的完善 另一方面,这位老太太的经历也凸显了性别歧视的问题 她因为没有生儿子而被女儿们嫌弃 这种观念实在是需要改变 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新闻 巴西一名81岁的老妇人因为腹部肿块手术后去世 医生发现她腹中有一个钙化的石宝宝 这位老妇人竟然已经怀了这个石宝宝56年 这个罕见的案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同时也让我们对医疗知识有了更多的好奇和探索 这些新闻既有让人捧腹的轻松时刻 也有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还有令人惊讶的罕见事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社会社媒节目将带您一起探索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 她目睹宠物蜥蜴摆出超嗨pose网嗨喊事 周末夜狂热 自由时报 日本一名四主分享了一组宠物蜥蜴的照片 其中一只蜥蜴站起来 举起左手比出YA的姿势 引起了网友的笑声 照片中的蜥蜴看起来像是在开心跳舞 有些网友甚至觉得 他的模样像是电影《中末夜狂热中约翰屈福塔》的经典动作 这组照片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 蜥蜴的举动太有趣了 像是在开派对 八旬老太住鸡窝 跪求八个女儿给他养老 社交媒体 这则新闻讲述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贺淑敏的遭遇 贺淑敏一生育有八个女儿 丈夫早逝 她一人将女儿们抚养成人 帮助他们成家 然而 现在年纪大了的贺淑敏却只能住在鸡窝里 被女儿们嫌弃 年前她想回女儿家过年 却被女婿推出门外 导致手指截肢 贺淑敏求助无门 最终向电视台求助 这个故事引发人们对养老问题的思考 贺淑敏的遭遇 引发了人们对养老问题的思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养儿防老是普遍的观念 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养儿并不一定能保证养老的问题 贺淑敏抚养了八个女儿 却无法得到他们的照顾 这样的情况在当今社会并不罕见 许多老年人都面临着没有子女照顾的问题 这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养老制度的思考 需要更好地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另一方面 贺淑敏的遭遇也让人们反思 家庭关系的重要性 虽然贺淑敏付出了很多 但她的女儿们却没有回报她的爱 这引发人们对家庭关系的思考 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关怀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故事提醒人们 不仅要关注养老问题 还要关注家庭关系的建设 培养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与担当 最后 这个故事也反映了性别歧视的问题 贺淑敏的女儿们嫌弃她没有生儿子 认为这是她落得如此境地的原因 这种观念是对女性的歧视 认为女性只有生儿子才有价值 这引发人们对性别平等的思考 我们应该摒弃这种性别歧视的观念 认为男女平等 女性同样有权利得到关爱与尊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养老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社会问题 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 我们应该加强社会养老制度的建设 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 同时 我们也要重视家庭关系的建设 培养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与担当 最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摒弃性别歧视的观念 认为男女平等 女性同样有权利得到关爱与尊重 81岁老父 腹中娶出石宝宝 已怀了56年 手术后去世 社交媒体 巴西一名81岁的老妇人 丹尼拉 阿尔梅达 维拉 丹尼拉 阿尔梅达威拉 因腹部肿块手术后去世 医生在手术中发现 她的腹中竟然有一个钙化的石宝宝 这是一种胎儿死亡后 留在母体腹腔中形成钙壳的情况 丹尼拉的家人表示 她一直感到腹部疼痛 但因为害怕看医生 而选择用药来缓解疼痛 这个罕见的案例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医院将对丹尼拉的遗体 进行进一步研究 以了解更多关于石宝宝的信息 据1996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在全球范围内发现了290例石宝宝的案例 花五万去支教 留学申请中的套路太深 社交媒体 近年来 为了提升综合素质背景 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参加付费支教活动 这些活动主要是将旅游与支教相结合 让学生在旅行的过程中 也能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然而付费支教活动存在一些问题 如缺乏培训 组织混乱等 导致其公益效应打折扣 同时 一些机构也存在收费不合理 商业化倾向等问题 因此 需要对付费支教活动进行规范 确保活动的真正受益人是服务对象 而非参与者 付费支教活动 在留学申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背景 许多学生希望通过参加这类活动 来增加国际经验 为自己的留学申请增添亮点 因此 一些教培机构也推出了专门针对学生的公益旅游项目 然而 一些机构存在收费不合理 缺乏培训等问题 使付费支教活动的公益效应受到质疑 同时 一些学生也将付费支教活动 作为提升综合素质背景的刚需 使得活动趋向商业化 付费支教活动的目的是 为了给当地的教育事业带来帮助 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 活动的时间较短 学生每天只能教学半天 另外半天被安排进行旅游活动 无法给当地学生带来持久影响 另一方面 由于缺乏培训和规划 活动的质量参差不齐 导致公益效应打折扣 因此 付费支教活动需要更规范的制度和指导 确保志愿者能提供与当地需求相匹配的服务 同时 活动的组织方也需要积极撬动各方资源 为教育提供更多支持 综上所述 付费支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背景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商业化倾向 缺乏培训等 为了确保活动的公益效应 需要对付费支教活动进行规范 确保活动的受益人是服务对象 而非参与者 同时 活动的组织方也应该加强培训和规划 提供更质量的支教服务 一年卖出一亿片 国产伟哥被滥用了吗 社交媒体 广耀白云山发布的2023年年报显示 国产伟哥 菊原酸西地纳飞片再度成为销售冠军 销售额达到12.895亿元 较上一年度增长22.6% 这款药物用于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一地一年卖出了一亿多片 根据数据显示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人口为5.93亿 这一销售数据引发了一些人的戏称 认为不行的人越来越多了 南科药物销量 上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患病率较高 据我国的勃起功能障碍诊断与治疗指南显示 一地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疾病 一项对我国30个省和自治区的40岁以上男性调查发现 一地患病率达40.6% 而且 一地的发病率与年龄和慢性基础病等因素密切相关 年龄越大 患病率越高 此外 现代中青年男性面临着工作压力大 过度劳累 紧张焦虑 健康问题等因素 这可能导致他们的性功能出现问题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使用抗一地药物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一些人出于好奇 或仅仅是因为感觉状态不太好 就自行购买和使用这些药物 这是不科学和不安全的 抗一地药物有一些副作用 而且对于那些没有一地的人来说 使用这些药物没有任何益处 因此 专业的诊断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男性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 总的来说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患病率较高 这导致了抗一地药物的销量增加 然而 合理使用这些药物是非常重要的 不应盲目使用 同时 男性应该关注自己的健康 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以降低患病风险 局长为保全房子假离婚 还没住过一天就坐牢 社交媒体 四川省住建局原局长叶志国 因违反党的纪律 职务违法和受贿罪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并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在调查过程中 他坦诚 自己对购房有着病态偏执的执念 为了购房 他收受了多名商人的贿赂款 用于支付房款 这位原住建局长的案例 揭示了一些官员 为了追求物质享受 而违法违纪的心态 以及贪腐问题 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存在 叶志国的购房执念 源于他对房子的安全感的渴望 他回忆起自己家庭的经历 和生活的心酸 觉得只有拥有房子 才能带给他安全感 随着他职位的升迁 和权力的增加 他开始收受商人的贿赂 并将这些钱用于购买房产 这种病态的追求 使他失去了理智 不顾自己的职责和底线 逾越了法律红线 他的案例反映了一些官员 在面对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时 价值观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 叶志国的疯狂购房行为 最终导致了他的落马 他通过滥用职权 为商人提供便利 收受巨额贿赂 用于购买房产 然而 他的罪行最终被揭露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他自己也意识到 为了追求购房的欲望 他失去了自由和理智 最终没有享受到 自己购买的房子的一天 这个案例再次提醒我们 贪腐行为 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不值得冒险 为了一时的享受而犯罪 总的来说 叶志国案是一个典型的贪腐案例 揭示了一些官员 为了追求物质享受 而违法违纪的心态 他的购房执念和病态追求 最终导致了他的落马和刑事处罚 这个案例提醒我们 官员应该坚守职责底线 正确履行职责 不为个人私利而违法违纪 同时也需要加强反腐畅联教育 强化监督机制 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贪腐问题的发生 男子遮挡面部盗窃空调 到案后问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社交媒体 据报道 湖北老河口市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两处红色驿站的空调被盗 民警通过监控视频 发现了嫌疑人骑着一辆无牌三轮摩托车 经过调查 民警确定了盗窃嫌疑人杨某的身份 并联系上他的父母 在父母的劝说下 杨某于3月20日中午投案自首 杨某对自己的盗窃行为供认不讳 他将盗走的空调做废品变卖 非法获利600元 目前涉案赃物已全部追回 杨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处罚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麻辣烫长公主是武汉大学生 家乡火得太应该了 社交媒体 最近甘肃麻辣烫在网上火了起来 这得益于一位名叫良欢的湖北经济学院大四女生 他在春节假期时回到家乡甘肃添水吃麻辣烫时 拍摄了一段七秒的视频 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这段视频迅速走红 引起了大量关注和点赞 良欢表示 能够带火家乡的美食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 但他认为 这只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最后一步 他还表示 火爆的背后离不开历史的沉淀 家乡人民的真诚和政策的大力支持 良欢还表示 自己在求学期间一直怀念家乡的美食 希望能为家乡出一份力 良欢的视频在网络上爆火后 他还发布了一条天水旅游攻略的视频 这条视频详细介绍了天水的麻辣烫口味 吃法以及其他特色美食和旅游景点 在视频中 良欢还提到了天水政府 企业和市民为游客提供的优质服务 包括免费停车 志愿者和救援队伍 救护车和交警的服务等 目前天水市正在推出多项举措 以提高市场监管和行业服务质量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天水的美食和风景 良欢表示 天水是一个物美价廉的小城 人们热情好客 欢迎大家来感受天水人的浪漫 他的视频不仅让甘肃麻辣烫火爆网络 还为家乡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赞誉 良欢的经历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说明了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 可以将一个地方的美食和文化 推广到全国甚至全世界 对于家乡的发展 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 希望良欢的成功能够激励更多的人为 家乡出一份力 女子诈骗前男友25万元 得不到她的人 就得到她的钱 社交媒体 2023年9月 上海一名女子范某某因分手后心生怨恨 冒充自己的闺蜜 姐姐 后爸 以虚构的理由向前男友沈某某 索要补偿费 丧葬费等款项 共计25万余元 范某某先是自称怀孕试探对方 然后虚构自己准备亲生和母亲去世的消息 让沈某某支付相关费用 随后 范某某又谎称自己患上脑癌 向沈某某寻求经济补偿 范某某还冒充自己的姐姐 以姐姐的口吻向沈某某索要补偿费 最终 沈某某通过和健身房教练的聊天 发现被骗 报警后 范某某投案自首 目前 范某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检查机关提起公诉 日本毕胜客将推香菜森林披萨 王 意大利要先打台湾还日本 自由使报 近日 日本毕胜客宣布将再次贩售香菜比萨 而且 这次的香菜量是去年的两倍 会从香菜草原升级成亚马逊丛林等级的香菜森林 该款特别口味披萨在去年推出后 立即在社群媒体掀起轰动 并大受消费者欢迎 日本毕胜客表示 他们在社群媒体上搜集了100多个点子 才选出了这款口味来制作 这次的香菜比萨是为期一个月的限定贩售 消息曝光后 再次引发台日网友热烈讨论 全身腐烂涨躯 他卧病12年没动过 父母个判40年 社交媒体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发生一起害人案件 36岁的莱西因患有罕见疾病 被父母安置在沙发上 结果12年后被发现时已经腐烂涨躯 他的父母被指控疏忽于过失杀人罪 20日各自被判处40年有期徒刑 莱西的沉湿房间充满排泄物的恶臭 地板被尿液泡烂 他的父母声称爱他爱到要死 但被法庭判决有罪 这起案件震惊全美 94岁男失智无法言语 泡56度热水47分钟活活烫死 社交媒体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一名94岁男子 因被单独留在浴缸中 泡在涉事56度的热水中47分钟而死亡 该男子患有失智症 无法言语 需要全天候照护 事发时 照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水温过烫 但因为修理费用高 没有及时处理 导致了这一悲剧 调查发现 事发前30天 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经收到了 关于水温过热的警告 但并未采取行动 西维吉尼亚州卫生部门已经采取措施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并对照护中心的热水系统 进行了维修升级 目前 已有4名与这起事件有关的护士被开除 尚不清楚 他们是否将面临刑事指控 校园霸凌研究 打人是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社交媒体 校园霸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不仅对受害者造成心理和生理伤害 也给施暴者带来不良影响 研究发现 很多施暴者对自己的行为 并不感到有错 认为只是玩闹或者看对方不爽而打人 他们往往缺乏责任感和敬畏感 甚至有些孩子因为学习困难而转向施暴 以获得所谓的娱乐和满足感 此外 校园霸凌的隐匿性也很高 很多施暴行为 在老师和家长眼中并不容易察觉 导致治理困难 家庭和学校是防止校园霸凌的两道防火墙 然而由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惩戒机制的缺失 这两道防火墙的功能已经被削弱 家庭缺乏管教和关爱 使得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感到孤独和空虚 容易受到网络世界的影响 学校方面 教师对施暴行为不敢惩罚 担心学生辍学 导致施暴者得不到有效的惩戒 因此 家庭和学校需要重新构筑防火墙 为孩子们建立规则意识 加强管教和关爱 同时给予学校一定的空间 去探索对抗校园霸凌的方法 要解决校园霸凌问题 不能单纯依靠法律手段 必须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规则意识和责任感 学校应该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给不爱学习的孩子提供乐趣 同时给有威望的孩子更多的责任和参与 使他们能够帮助调解学生之间的矛盾 此外 家庭和学校应该加强合作 共同管教和关爱孩子 形成家校联动的防火墙 才能有效预防和治理校园霸凌问题 未婚者立遗嘱数量显著增长 女性占比近7成 社交媒体 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布的白皮书 未婚和不婚人群 定立遗嘱的数量呈显著增长趋势 截至2023年底 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遗嘱的未婚和不婚人群 共有2077人 其中女性占比最高达到69.86% 这一增长趋势与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 白皮书指出 未婚和不婚人群中 高中和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占比较大 分别为38.18%和46.56% 同时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也是未婚者中定立遗嘱的主力军 在职业分布方面 超过半数的未婚和不婚人群为企业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 其中企业高管占比33% 而律师、理财师、会计师和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占比27% 未婚和不婚人群定立遗嘱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44.63%的人是为了照顾父母 29.06%的人是为了防止财产下落不明 这也反映了未婚和不婚人群对于个人财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视 中华遗嘱库是一个全国性公益项目 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 定立遗嘱的未婚者中女性占比较高 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独立意识的加强有直接关系 相对于男性 女性更注重保护和传承自己的财产 更倾向于通过定立遗嘱来确保财产的合理处理和分配 对于高学历和企业高管等群体来说 他们可能拥有较多的资产 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也较强 他们希望通过遗嘱来确保自己的意愿能够实现 重庆姐弟坠楼案母亲患甲状腺癌 已住院做了手术 社交媒体 3月21日 重庆姐弟坠楼案受害者生母陈美琳透露 她患上了甲状腺乳头状恶性肿瘤 已于20日接受了全切手术 陈美琳在住院视频中表示 肿瘤长在喉反神经附近 为了降低复发率选择了手术 但她担心手术后声音会消失 陈美琳此前表示 她在孩子案件尘埃落定后才发现 自己甲状腺有问题 而甲状腺的病变可能与情绪有关 据消息 该案的两名被告人 已于今年1月31日被执行死刑 批量生产的俄罗斯美女 正在收割咱爸 社交媒体 近期 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大量俄罗斯美女账号 这些账号使用AI技术 以假冒的方式引诱网友关注 并购买俄罗斯商品 这些虚假账号 使用了一些真实人物的脸和声音 并通过AI合成软件 制作出看似真实的视频 这些账号的目标群体 主要是中老年人 他们对于AI技术了解不深 更容易相信这些虚假的账号 不仅如此 一些AI技术 还被用于制作虚拟的网络博主 他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象出现 并以种草带货的方式变现 AI技术的发展 使得造假门槛更低 为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利用的机会 在AI技术的推动下 一些人开始利用AI技术来进行商业变现 比如卖AI课程和培训 他们通过制造人们对未来的恐慌 和急功近利的心态 来吸引人们购买他们的课程 这些课程质量往往不高 甚至有些是在割韭菜 虽然AI技术为人们带来了很多便利 但是在利用AI技术进行商业变现时 我们需要审慎选择 避免上当受骗 AI技术的发展给互联网带来了很多便利 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例如 AI技术被用于制作虚假的网络账号 和虚拟的网络博主 这些虚假账号和博主 以假冒的方式引诱网友购买商品或课程 AI技术的应用需要更加严格的监管 以防止虚假信息的传播 和用户的权益受损 同时 我们也需要提高对AI技术的认知 以区分真实和虚假的信息 避免被欺骗和上当受骗 算了 我不要快递上门了 社交媒体 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的实施 给快递行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快递员的工资减少了一半 因为新规要求他们必须给每个收件人打电话 确认是否上门配送 而快递员的工资是按照派送件数计费的 这导致一些快递员考虑离职 但也有一些快递员观望 希望政策能够改变 与此同时快递一站经营者也面临麻烦 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量 但却无法实现新规要求的送货上门 一些一站经营者表示只能涨价来弥补损失 而消费者对新规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喜欢快递送到一站的模式 觉得方便取见 而有些人则希望快递能够送货上门 减少自己的麻烦 总的来说 新规对快递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改进 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的实施 对快递行业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快递员的工资减少了一半 因为新规要求他们必须给每个收件人打电话 确认是否上门配送 而快递员的工资是按照派送件数计费的 一些快递员考虑离职 但也有一些快递员观望 希望政策能够改变 快递一站经营者也面临麻烦 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量 但却无法实现新规要求的送货上门 一些一站经营者表示 只能涨价来弥补损失 消费者对新规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喜欢快递送到一站的模式 觉得方便取见 而有些人则希望快递能够送货上门 减少自己的麻烦 总的来说 新规对快递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改进 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的实施 对快递行业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快递员的工资减少了一半 因为新规要求他们必须 给每个收件人打电话 确认是否上门配送 而快递员的工资 是按照派送件数计费的 快递一站经营者也面临麻烦 他们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量 但却无法实现新规要求的送货上门 消费者对新规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喜欢快递送到一站的模式 觉得方便取见 而有些人则希望快递能够送货上门 减少自己的麻烦 总的来说 新规对快递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改进 六岁女童突然从二楼摔下手扶梯 重摔一楼地面倒地 社交媒体 总结 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家购物中心 一名六岁女童不慎从二楼手扶梯上摔下 造成重伤 父母发现后惊恐地大喊 周围目击者纷纷报警并提供帮助 警方接到多个报案电话后赶到现场 立即为女童进行治疗并送医 女童经过一周的治疗后已经出院 24岁女老师灌醉高中生爱癌 被捕发现已怀孕 社交媒体 美国德州一名24岁女老师被捕 被指控向未成年学生提供电子烟喝酒 并与她们发生性关系 警方调查后发现可能有多达12名受害者 目前已有4人报案 这名女老师还是一名私保妈 警方还接到家长投诉 称看到自己的孩子与这名女老师离开学校 女老师被控两项诱骗罪和两项性侵犯儿童罪 警方怀疑受害者可能还有其他人 女老师目前已被关押在监狱中 研究 多用1.2小时电脑 勃起障碍风险增3.6倍 社交媒体 一项研究发现 长时间使用电脑 可能增加勃起功能障碍的风险 研究使用了20万人的数据 发现每增加1.2小时的电脑使用时间 阳尾的风险将增加近3.6倍 此外 研究还发现 电脑使用时间增加与性发育与升值方面 作用的卵抛刺激激素FSH数值降低有关 然而 该研究并没有发现 看电视 开车等久坐行为会增加阳尾的风险 研究团队推测 长时间使用电脑增加阳尾风险 可能与卵抛刺激激素数值下降有关 但具体的机制和因果关系尚不清楚 也不能忽视其他因素如内皮功能障碍或心理障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